陈爷爷决定收掉农场 那一天是他最后一次摆胎 务农的陈爷爷因孩子外出打拼 无人接受 又因为食安风暴冲击 神医受影响 所以蒙神退役要结束农场 小童于是看好友们规划超级任务 要来帮陈爷爷照顾农场 戴琪斗笠拿着铲子孝童等孩子们变身农夫 感动父亲号召好友愉快加入 也唤起陈爷爷 继续坚持理念栽培有机作物 为友善土地环境尽心力 也传达食农教育的重要性 在食农教育这一集里面 我们尝试着用小朋友的视角 在云家两地来拍摄 那么想告诉大家的是 关怀土地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在书门上 而是可以亲身投入到这个农场理念 你去学习去看待每一样事物 那么最重要的呢 这不是孩子的事情 是爸爸妈妈可以一起来的事情 我们期待友善土地 是大家都可以来做的 在这里这是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 最重要的观念 南美馆的社区营造网路影音平台 影运推广计划 共制播12只为电影 以不同故事风格 呈现各地社区丰富人文故事 成功唤起民众关心社造 踊跃透过YouTube 岛屿的光影订阅收看 岛屿的光影我时常有在看 在YouTube上面看的 他都是讲一些什么 奇老的故事啊 还有新著名的啊 还有在地的一些故事 我觉得非常精彩 非常温馨 我希望下 能够很快再看到下一集 这一系列岛屿的光影的计划里面呢 我们拍摄了12只的为电影 那么到目前为止进行了一半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越来越多的这个观影者 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们也期待未来 大家可以在剩下的片子里面 不断的投入 让大家一起来体会 台湾社区怎么样 有很多的活力 跟很多的精神 等着我们去发掘 南美馆系列为电影 正在YouTube岛屿的光影频道热播 欢迎民众持续锁定观看 欣赏少同志超级任务为电影 还有机会抽中全联礼劝 欢迎民众上FB 搜寻岛屿的光影粉丝团 浏览相关资讯 记者综合报导